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月19號 那今天這個測試服小號的影片錄比較早 因為就是看一下說進度可不可以再往前推 然後我們看一下活動 第一個這個是所有的帳號登錄他都會有這個7天的活動 然後我已經登錄了第5天了然後第6天就可以種族抽 然後一樣 就算我現在是滿血我的種族抽還是會留給耀光 這個只不會變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東壽集市 這個我今天打完了吧對我今天打完了也是100個鈴鐺 看一下 阿天在哪邊 看一下看一下 沒有耶怎麼會這樣子 好沒關係 那總之我今天就是打了100顆鈴鐺 小號也可以打100顆鈴鐺不是太難 那新手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兌換10 種族券 不用考慮 所需道具不足 已經換了嗎 看一下 已經換了好像有點怪怪的好沒關係 OK所以我這邊有10張種族券然後3900鑽 好像有點卡卡的 我這不是模擬器卡好像是網路卡的感覺 尷尬 連接失派 好再重試一次 券又跑出來了多了10張券 所以是網路lag嗎 需要重啟嗎 總之我想說今天就是第一個鑽石他可以抽10次 然後那個 年獸我又累積了那個180 又累積了那個180個鈴鐺然後 然後換那個普通10連抽這樣子 好重啟一下好了 OK我想說如果說重啟還不行的話那 前面這一段又要重錄了 好進來了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活動 再看一下 有我的紀錄了嗎 好像還是沒有 好沒關係 然後兌換OK 這樣子我剛剛是199嘛然後換了180之後是19 OK然後這樣子大概數字都對 好 那這樣子我可以抽20次 那我記得我上一次是10抽不中所以說應該 又會有一隻 然後心願清單來看一下 好耀光三寶 一個都沒有來 沒關係然後滿血部落英雄我塞了一隻老鼠 那希望種老鼠就是解那個 這一次的那個 什麼 雪中迷徑 的那個 什麼 奇境探險的那個任務 然後這是綠 一隻都沒有 有啦有啦來了一隻大樹 可是一隻大樹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死靈 就是這樣子然後也是一直都 有一隻骨弓 但是前期骨弓也沒什麼用 喔開始抽 好沒有中是正常的 再來 保底 保底保底 哇兩隻太好了 喔羅腕 萬用的羅腕 羅腕最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啊一隻 這是好還是不好啊這個 這個 這個新手中一隻埃茲其實 其實沒有什麼用耶說實在 前期 他的光環嗎 我應該不會用埃茲吧 前期讓我中埃茲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埃茲是 就算是適合推圖的話也是很後期耶 算了 先拿個200尊再說 好羅腕是最實用的 但是羅腕我要怎麼用啊 想想看 他在第一集的時候就會有鴨子然後藥水灘 要到LV2才會補貨 所以一開始只有幾瓶藥水而已 然後會有免傷 然後回復50點能量提升30%攻擊力 敵人會暈4秒 我現在的陣型 看一下 我現在的陣型適合用羅腕嗎 目前是5個光環 好像 好像不大適合用羅腕耶 沒關係 先留著 好 廢掉 要把羅腕放到那個共鳴水晶嗎 試試看 這個還要冷卻 還沒好 沒關係 先不用羅腕 先這樣打打看好了 5滿血 還好這關不是耀光關 聽聽看 那我有升了一些等級然後我有把裝備稍微提升一下 然後看這樣推會不會好一點 好 這個 很危險 但是有希望 好 轉圈圈 轉圈圈 OK 這是6隻24 又過了一個小男的關卡 然後看一下裝備 我的閃避是給孫悟空 好神器 然後正好這個有搭配到種族的我就把它升滿這樣子 然後 好大概就這樣子隨便點一些 沒有點很多 好繼續 這關是6隻25 這一關是6隻25 好在天氣的狀況下我方就會變得比較閃 尤其是孫悟空 因為孫悟空本身也有裝備那個閃避的神器 為什麼我給孫悟空 就是因為說孫悟空他可以開大是非常重要 只要孫悟空開大之後就等於說場上多了三個人幫忙 又可以吸泡火 然後又可以攻擊 然後分身又不會像八燈的那個亡靈的八燈一樣他有時間限制沒有 就是分身是打到死 所以還蠻方便的 好交出分身來 好三個人幫忙一起打 所以我覺得現在新手有孫悟空其實是蠻 蠻好用的但是 這個粉絲裡只剩 只剩兩三天了就是那個 一進遊戲送孫悟空 所以 那個 之後再進來的玩家沒有孫悟空的話 可能迷宮商店第一隻角色就不建議用孫悟空了 就是看你抽到什麼 其實現在送孫悟空真的很好用 希望這個活動可以可以久一點這樣可以讓劍與遠征的那個新手可以 怎麼講 更好進入這個遊戲 因為孫悟空第一個就是 他實用然後第二個是他是半神 所以很好湊湊這個種族光環 你上一個孫悟空然後這樣四字蠻血 那個半神他是這個 百搭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吃到這個 25%攻擊生命加25% 好 再繼續 OK 稍等一下 看一下可不可以升級 哎呀還差一點點想說獅子先 先在上一階 還差一點經驗值 天氣有15秒其實蠻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司克瑞士這隻老鷹 真的蠻好用的 新手一隻就能用 6隻30 孫悟空扛在上面 天氣來了 大家開始閃 好羊頭射射射射 只剩一隻黃金聖鬥士獅子 地上還有那個轉轉轉的那個漩渦 出現都蠻順利的所以說第5天 靠這樣子的陣型也快打到第7章了 但是小號至少要打到10幾章 所有的那些活動的那些你才能夠參加 像這個小號他就不能夠開那個生命之數 因為生命之數好像 好像第1階段是 好像第8章開啟然後 那個完整的生命之數就是那個職業的那個好像要到12-40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開始改 改練那個測試服的小號 不然小號沒有一定的進度 連那個什麼奇境探險他都沒有開 OK 再來是 33了嗎 還是還沒 總之剛剛那一關是4的倍數 天氣過來有沒有閃 打孫悟空應該又會彈出閃避 天氣結束了 轉轉轉 賞星月幕 因為那個孫悟空的棒子是可以 一次打到多體的 6隻34 隨時領一下那個獎勵 看還有什麼可以升的 000 看背包的什麼肥料嗎 肥料也領隨便 然後可以升級了嗎 可以 粉塵累積那麼多可以了 好 再升一階 看差很多 攻擊力加那麼多 防禦力加30然後血也加2000 所以前期就是升級跟那個升級 累積粉塵 這個最實在 說不定這樣打一打升一升之後連那個 那個什麼奇境探險那邊我原本 原本昨天我是卡那個最後一個王亞瑟 說不定那邊也可以過然後我又可以拿到一個種族抽的值卡 照理說是要選耀光啦可是我現在 因為現在的狀況我會覺得 還是先抽滿血呢 讓我先 先過前期 然後耀光再 再慢慢湊 蠻猶豫的 因為現在已經來一隻羅萬了 好 蠻辛苦的 升級 6隻35 要光三寶已經來了一寶 哇 孫悟空死掉 那不行 孫悟空死掉這一場就 要獲勝就難了 哇上面因為有那個羊頭啦所以需要獅子 稍微撐一下撐一下我收入空太大 收入空太大就有就有勝算了 3打13打1 撐住撐住撐住好轉圈圈轉圈圈 可以嗎可以嗎撐得住嗎 哇法師跟跟跟跟戰士打 哇可能不行 羊頭還是很厲害 隨便換個位置 好再試一次 多閃幾次多閃幾次 閃閃閃多閃幾次 喔有好像有機會喔 還活著我知道還活著OK分身出來了 哇 重新賭一下這個多閃幾下你看那個 戰局就完全不一樣 6隻36 過得去嗎 天氣趕快來 獅子多閃幾下 閃啊閃啊好 進入那個縮血狀態 好孫悟空趕快開大 OK開大 轉圈圈 OK 穩了穩了穩了沒問題 好 好 過關 所以目前還是考慮先用蠻血 畢竟那個25%光環實在是 蠻重要的如果現在放一個羅萬的話 一下子攻擊力就會掉10% 生命力也 也會掉10% 所以其實差蠻多的 而且羅萬一開始他的那個 道具攤他沒有辦法恢復那個是LV2的功能 所以一開始喝完三瓶紅藥水就沒了 然後藍藥水是那個 專武 紅色的那個羅萬才 才會開啟的 所以現在單單一隻羅萬其實 沒有太大作用 如果是光盾跟女僕就會比較有用 有沒有 蠻會閃的 當那個斯克瑞斯放出那個天氣之後 然後增加我放生存力然後讓那個孫悟空可以開大 孫悟空開大之後就 然後三個人再叫出來就是 對不對 多一個人多一個助手 然後順便幫忙吸泡火 好射射射射射射 轉圈圈轉圈圈 剛剛那個克萊索斯的大招被那個圖騰騙了所以他剛剛飛過來去 去砍那個圖騰 我應該把獅子放下面因為羊頭在下面 對沒錯 羊頭在這邊所以 那個孫悟空會撐不住 好射一射 一下就免疫了 撐住了 哇撐不住了沒關係 孫悟空太大 好孫悟空太大 有沒有機會 轉圈圈 好一次打那麼多隻 對對方沒有那個 沒有獅子沒有辦法鎖去 趕快收啊 哇 等一下 哇沒辦法 再點一下 6隻39 好 再刷一次 哇怎麼羊頭一下子就死掉 被克萊索斯打到後面嗎 這一場 好像 好像比較晚一點點死 我試試看 開打 上面打的如何 好 這兩個人 還要打的 我打的 老鷹死掉 不行 好沒關係我們再回來看看奇境探險 繼續冒險 看看這個王可不可以打 好開打 好,轉轉轉,射恩 有機會嗎,有機會嗎 喔,收穫空開大 好像有機會喔 好像,好像 哇,很亂啊 哇,欸,太好了,贏了 沒關係,就算是輸掉也沒關係 就算死了沒關係,因為 因為我這邊寶箱拿完之後 只剩下這個,阿這個又要司科雷格 到時候我再重新打 也沒關係,反正 先拿到寶箱 好,然後 需要重置嗎,我看一下 不重置也不行,因為三個死掉 英雄沒有辦法復活,所以 先重置,然後等到下一次 我有司科雷格 或是我傭兵開啟之後再說 好,然後這個 為了推圖即時站立的話 希望可以抽到一隻 我手上有的蠻血 增加一下實力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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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運氣真好 來 獅子加獅子 看一下 生命攻擊防禦 好 我有肥料嗎 他可以成為我第一隻金色的獅子嗎 沒有肥料 全部都是蠻血 也是蠻麻煩的 欠肥料 欸,我現在剛剛又拿了一點經驗值 升給羊頭好了 好 好,我現在獅子 已經升一階了 再上場 看能不能夠 扛久一點 好 進入鎖血 哇,死的時間好像差不多 沒關係 試試看 哇 有機會嗎 我看一下 可能沒有 可能要躲到孫悟空 死晚一點 說錯,那個獅子死晚一點 好,再試一次 萬一不行的話 欸 多閃一次 哇,還是不行 哇,還是沒辦法 看來我裝備要提升一下 呃,獅子的裝備 防禦力 喔,升滿升滿 然後帽子 好啦好啦,也給他升滿 過途最重要 然後 羊頭 武器 哇,好貴喔 管他的,給他升滿 好,再繼續挑戰 哇 好痛喔 多閃幾下 欸,有有有有有 現在還沒鎖血 好,現在還鎖血 OKOK 比剛剛晚鎖血 好 多撐了幾下 然後那個 這邊有兩個治療圖騰 補一下補一下 還是死 哇 還是不行 這個多讀幾次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過啦 因為硬件比剛剛好很多 看一下 這一場獅子就死得比較糟 哇,沒辦法 好,如果這一場還是不行的話 那我們就 這一次就是 入到這邊 卡六隻39 哇,獅子又死了 有機會嗎 哇,這邊還有一個可怕的損事 除非要一直閃 哇,一直閃 哇,是靠閃避嗎 這樣是有機會還是沒機會 看不是很清楚 生物空要活著 欸,又是 又是那個 天氣 撐住撐住 啊,好可惜啊 那好吧 那今天這個 就到六隻39 然後 看一下 活動 活動我換了10抽 然後 其實這個 這個 英雄姐姐已經 還差4個 就可以 4個值的就可以獲得了 然後 新兵訓練也沒有什麼 呃,掛機 其實也還好 把鑽神省下來 然後 異界迷宮我也自己打完了 然後 王座之塔 現在是77層 那 競技場的話是 197名 不過那是因為測試服人 人比較少 喔 免費呢還沒打完 好 再順便解一下任務 所以希望下一次錄的話 應該就是 呃 應該就是過 過 第六章 可是可能要 然後 再 放置個一兩天吧 打那個戰力 戰力比自己低的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方也有老鷹喔 還是我的老鷹跑到這邊來 被干涉了 被干涉了換位置 被干涉了換位置 好 OK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的 呃 留著留著 然後其他大概就沒有了 貿易 就是差一隻那個老鼠 OK 好 那這一場就是 錄到這邊 然後主線就是卡 六支39 那 我有說過 如果說卡毒卡 要太嚴重的話 那就 那就不要不要錄這個影片 因為小號的影片就是 盡量是以一些 比較多的這個進度 然後作為那個 那個錄影的依據 那今天就推了大概 十幾關這樣子 然後在六支39這邊 那奇境探險的話 就是 奇境探險的話 就是到處會重來 如果說我有那個 司克雷格或者是 老鼠的話 我再 再重新往下走 因為就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他需要 這一關你需要用司克雷格 或者是老鼠過關 OK 那小號就到 紀錄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